5G时代即将要来临 NCC昨天通过了核发中华电信 首张5G特许执照 中华电信随时可以开台 台湾5G时代即将来临 NCC通过核发中华电信行动宽评5G业务 中华电信成为国内第一家取得5G执照的电信业者 NCC表示5G具备大宽平低延迟大连结的特性 在国内要开台最低标准需要完成250个基地台 中华电信已经符合开台标准 在取得特许执照后依规定得于六个月内开台 事实上在过去中华电信主要发展资通讯产业 未来5G开台后预定将推出响亮的5G应用服务 包括AI人工智慧 AR VR 4K 8K超高画质的串流影音 360度沉浸式影音内容 云端手游等民众是相当期待 5G的速度可以让可以改善之前4G的那个下载影片 或者是看用东西的或者是速度的那些方面的影响的话 可能会考虑这样子 支费的话您觉得大概多少会比较合适 可能如果贵个两三百块是OK的 中华电信紧书面强调拿到特许执照只是开台的必要步骤之一 现正积极办理5G开台事宜 至于其他电信业者的部分 NCC表示远传目前已经完成相关5G建设规定 并已提出审验的需求 若顺利的话下周就能通过 记者为了陈丽方张自家台北报道